第一題,這次我們看題目就看到要將這四個數字加起來 加起來的時候,我們也有一個加法的速算方法 是什麼呢?就是要將數字加起來變成10 或者是一些10的倍數 好,首先我們看看有沒有哪些數字加起來可以變成10 好了,我就這樣看了,看到2加多少會等於10 沒錯,2加8是等於10 所以這兩個我們先加了,等於10 然後另外3加7又是會等於10 所以10加10等於20 10加10等於20,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答案 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麼組合可以記在心中呢? 我們可以寫一寫下 10的組合 例如有什麼?小朋友可以試一下一起說 例如就是 1加9等於10 2加8等於10 3加7等於10 4加6等於10 4加6等於10 5加5等於10 那麼你們大家看到呢 如果這個數字,左手邊這個數字 越來越大的話呢 那麼右手邊這個呢 就越來越小的了 因為我們這些數字組合的原理來的嘛 如果我們大家的答案都是要等於10的話 那麼其中一個數字 越大的話 另外那邊那個數字就越小的了 對不對? 所以很簡單的一個原理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記住這些組合去 對我們也很有幫助的